16S RNA 基因序列之 Chimera Check 由於序列拼接的問題 可能導致 A 菌的序列跟 B 菌的序列 兩條序列拼湊成一條全長的序列 所以形成了一個 Chimera 的錯誤 那我們可以利用兩個線上工具進行檢查 首先將要被檢查的序列存放在桌面 這是 FASTA 格式的 在 Google 搜尋 RDP2 我們看到了 RDP2 的 database 的網站點選進入 OK 這是 RDP2 的網頁 我們點選圖形的這個地方 好 點選圖形呢 我們就會達到 RDP2 的主頁 好 在主頁的右上角呢 Tutorials 這個地方我們把它按下去 好 然後呢 我們按這個連結的網址 好 然後呢 我們按這個連結的網址 OK 好 接下來點選 INDEX 好 所以我們在 C 的地方呢 就看到 Chimera Remove 的這個功能 好 按下去之後呢 Chimera Remove 的這個功能 好 按下去之後呢 Chimera Remove 呢 有兩個 Option 所以有兩個功能 有兩個可以選擇 我們先使用第一個 DECIPER 好 在 Chimera Remove 的 Option 1 有一個連結的網址 有一個連結的網址 我們把它按下去 好 所以這是一個 DECIPER 它是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edicine 所製作的一個工具 好 這個工具呢 首先我們輸入我們的 E-mail 帳號 然後呢 Job Title 可以不用輸入 好 那我們選擇我們要分析的是一個全場的序列 OK 好 接下來呢 就將剛才在桌面上 我們要測試的檔案 把它上傳上去 OK 好 接下來按 SUBMIT 好 他有一些問題要我們回答的 當然這是 OPTIONAL 你想回答不回答 其實沒關係 我們把它回答一下 好 他問我們 SEQUENCE 的方法 我們用的是 SANGER 的方法 好 PCR 的 是 OK DNA Polymerase 我們用的是 TEC 好 PCR 總共做了 30 個 Cycle 那 ELONGATION TIME 是 60 秒 好 我們使用的是 UNIVERSAL 的這個 Primer OK 好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去信箱 去等結果 好 所以我們把自己的信箱 我的信箱是 Gmail 好 所以我們進入了我們的信箱 哦 你可以看到 在第二封 DICIPHER 的這個結果出來了 這個需要等一段時間 才會有結果 好 把它按下去 OK 它告訴我們的結果 我們要檢查的這個序列呢 No Chimera No Chimera Found 就是沒有 沒有 Chimera 好 你也可以透過它連結 去看它的這個輸出的結果 好 關掉 好 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個工具的適用 第二個工具呢 是 Utriming 好 在 Option 2 的地方呢 這個 Utriming 這個工具 好 好 我們回到主頁 好 回到一開始的 RDP2 一開始的這個 連結頁 好 在上面呢 我們點選這個 RD 好 在左手邊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 這個 Camera Check 的工具在這個地方 好吧 按下去 OK 一樣的 我們要輸入 E-mail 好 上傳我們要分析的檔案 好 按 Check 好 所以呢 已經送入了 所以呢 又要去信箱 等結果了 好 我們登入我們的信箱 OK 好 在第二封信的這個地方 RDP RDP Step 的這個信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結果完成了 然後有一個連結 可以去看結果 好 所以我們按連結 它會將結果下載 好 我們把它打開 好 我們在 好 我們在 結果裡頭看到了 CAMERA Check 的這個結果 好 一樣是沒有 CAMERA 發生 好 謝謝各位的觀賞 可以讓我們看